11點熱炒電腥寶炒 不嗆不拉 不上桌 我認識一個很 有上進心的年輕人 為了買房存了十年 終於給他存到兩百萬 他就拿著他的兩百萬 跟他爸媽給他的四千八百萬 那是爸媽給的四千八萬 中山區買的一間房子 那很厲害 這是很勵志的故事嗎 不勵志 對啊 這個是有爸媽媽 他媽媽投胎的故事了 投胎很重要 現在很多人在台北生活 都沒有太常在買房子 因為物價跟房價都很高 所以其實租房子 可能比較划算 我跟你講在台北 就是你可能到了40歲 會有兩間房 只剩新房了 沒有真的房產 然後就租房子 現在是這樣子 租房子也很多怨言 租房子給人家的房東 也很痛痛 也是痛苦 我的房子就擺著 我也不租了 對 因為租很麻煩 很麻煩 因為你租你花那個心力 還要去搞那個房東 字面不知心 那個房客來的時候 謙虛 客氣 乾淨 感覺你覺得他有潔癖的樣子 一般進來不得了了 翻天覆地 因為反正不是他的 他沒有花錢裝潢 他就亂用 有人就說 你就租給人家 他幫你繳利息 不必了 對 真的 算了 你還不如自己去賺 對 真的 好 我們今天請來的來賓 就是要跟我們聊一聊 這個租房 跟租房給別人的一些故事 歡迎他們 馬哥 芳瑜 立仁 遇峰哥 欣梅 這個分得很清楚 上面就是房客 下面是資產階級 這個在以前 就是要被鬥地主 黑舞類 黑舞類 對 我們這邊不得了了 我們還有我們的專家 我們的 劉瑋婷 劉律師 還有我們權威知名房產專家 張旭蘭 歡迎 來 自我介紹一下 嗨 我是未來要成為包豬婆的林翔 林翔自己目前租房子 對不對 你租房子有什麼怨言嗎 我遇過比較誇張的是 我發現那個房東很喜歡DIY 不是那種DIY 不是那種DIY 裝潢DIY 他喜歡那個電器 然後排水的那些管線都自己裝 有一次我就發現就是 奇怪為什麼 就是洗碗機的管線一直漏水 然後導致那個城板裡面都膨起來 因為遇到水都膨起來了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要 烤箱使用烤箱的時候 太起火花我就嚇到 更誇張的是就是廁所的排水 他也是自己來 因為我就發現 奇怪為什麼我已經開窗了 已經抽縫 還是覺得很潮濕 就是發現他自己喜歡DIY 處理這些事情 只是租進去 那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 沒有自己先測試 就是租了一陣子才發現 地板竟然長了一些小菇類 超有的 菇類 這個不行 這個對人 這個對人體有傷害 是彩色的那一種嗎 我也沒有很清楚 彩色的就是有毒 應該不是彩色 我總覺得超噁心的 對 有的時候租房子 就是會遇到這種奇怪的事 今天的來賓們的分享 都有這些故事 我們看到我們的版上面的 一些故事 一定很精采 來 我們包祖國 妳最想聽哪一個 我最想要聽這個 DIY被看過 因為妳剛剛講到DIY 剛剛講到DIY 她就記得了 還真的有DIY 她那個DIY 跟妳那個DIY 就不一樣 這是什麼DIY 不同人講出來的故事 那個乾淨程度不一樣 這是誰的 誰在DIY 我的 馬哥 對啊 那是你 講到這個 我說真的 其實每次一講到租屋的事情 我就一定會有這個故事 被講出來 我租房子 我從17歲開始租房子 租到現在52歲 你高雄人 我高雄北漂的 對啊 然後 那你還沒租房子 對 然後 我租了35年的房子 他們怎麼會就這麼好 等一下馬哥 你講的那個DIY 是我們想的那個DIY嗎 我這個可不是接水管 就是好了 玩自己的水管 就是美國人講的 Play Play Hand Gun OK 那總是自己 有時候自己放鬆一下 然後 那是很好的紓壓 這個我講 那是很好紓壓 而且到現在目前 攝護線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一個保健 因為 你們不要把它看成是髒的 那是一個保健的動作 你槍輕槍的話 Melody你可能不了解 真的 所以男生好像真的有這個 因為你不懂男人的生理結構 你不常輕槍 那個積在攝護線那邊對不對 它會結塊結齒 有沒有聽你講 然後就會發炎 然後發炎 攝護線就會肥大 然後就頻尿 夜尿 對 所以要定期的輕槍 這個只是一個保健的動作 好像是 對 第一個房東是年輕的房東 我跟那個房 房東是 當然是媽媽 我跟他的兒子住在同一層 然後就是很Nice 因為我那時候也很辛苦 我沒有自己的電視 所以我就跟他的兒子一起 用他兒子的電視 一起在他房間看 那就是好朋友 就是 那時候你也很年輕 很年輕 OK 然後 我沒想到他為什麼會 進到我房間 然後就是沒有敲門 是房東的兒子 還是房東太太 房東的兒子 房東的兒子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在看一些 用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都是貴妃側的這樣 你是看書類的嗎 對 因為要側面我們來這樣子看 單手拿書啦 對 右手一定是 牽槍 放在那個排檔桿那邊 然後那個床是靠在 自己在那邊打檔 我們的床 我們的床一定是靠 我們開的門 是對面的牆壁靠著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感覺好奇妙 就是 當他一 我們在 然後 他一開門 然後我一看他 時間暫停了 我也不會說什麼 馬上 因為當下你真的是不會 你就是看了他 然後 當下都來不及做那個動作 那是第一次 然後 我隔了沒多久 他媽媽就叫我搬家了 他回去看媽媽講說我看到 他小孩國外要回來 我說 他可能認為說 我可能是很髒 或什麼 因為他們家一進來就一個神壇 你還褻賭他家的神秘 他的兒子 然後我就覺得 那沒關係我就搬了 好 這是第一個房東 這是你的第一次DIY 這是第一個房東 對 第二個房東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有進步了 雖然我在演藝圈 浮浮沉沉 第二次被房東看到 那時候我是比較服的時候 已經有DVD跟電視了 那我是住雅房 我跟房東一起 就是家庭式的 你跟著房東夫妻一起住在他們家 等於是住一個房間 共用一個衛浴 共用他們家的那個衛浴 共用廚房 共用冰箱 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 然後 那我的房間是在最靠近後陽台的 所以可以晾衣服的地方 然後就DVD 電視機就看了嘛 然後 DVD你可以快轉 有些玩遊戲快轉 我們只要看重點 然後呢 因為 為了要通風我的 我只有後面的窗子是透陽台 我都打開 然後我就 我在開心的時候 我就想 我就聽到有那個拖鞋在陽台 這種那種 走路的聲音 然後我就看 我不曉得 你也不曉得 在那窗子那邊 我不曉得他是看我的電視 還是看我 好尷尬 那一刻時間又暫停了 我就是 全部被看光 沒有窗簾 然後我就有點生氣 我就把窗子就 關起來了 其實後來我覺得也沒有 因為我本來臉皮就很厚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尷尬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 我曾經有一次喝醉酒 我裸體出門 夢遊 我裸體出門 夢遊 然後 邊出門 邊DIY 我住四樓 不是啦 我住四樓 然後喝醉樓 宿醉 然後裸體不要再幹嘛 然後裸體出門 我走到二樓 我才想說 我就回去也沒帶鑰匙 我就按門鈴 然後爺爺幫我開門 爺爺說 你怎麼都不穿衣服 好長喔 撐天搭壽搶 對 然後這是剛剛第二次 第三次是 房東奶奶 就爺爺的老婆嗎 爺爺的老婆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好尷尬 就是他也是 等到我 我總覺得意識有人在看 我一轉身 他也是在那邊 然後 我不知道他看多久了 然後就是 你為什麼窗都不關一關呢 沒有 因為如果是關起來的話 會很悶 就是 然後我就 也沒有冷氣 因為做那種事要通風一點 然後就是 人生 可是我後來跟他們 我在那個地方住了16年 住了16年 然後跟他們也雖然是親 跟好像自己的爺爺奶奶 後來要搬嫁之後他還哭 他說 他說我沒有想到 你會搬走 他是跟我一樣浙江人 有感情 對 他就是 目前 你最好漂亮 老婆看了你DIY吧 我才會看你 不是說老婆 你老婆有沒有看過你DIY 這老婆如果看到 會不會尷尬 我跟妳講 不是我在這邊做人設 我結婚以後 我就不DIY了 因為 都是找人幫你DIY 因為我光應付我老婆 就心有餘兒力不足了 最好是 我還有餘 餘力在那邊自己弄 對啊 所以這是 我就是把我的生命 包含我的子孫 都獻給我老婆 燃燒 這種話就用你講得出來 我燃燒自己 所以就是 全世界目前就三個房東 看過我DIY 跟你那個故事 阿中 你那個朋友 阿中 但阿中的情況 他媽媽 一樣是房間陽台 側邊 窗戶他旺而關起來 那個更夭壽 你知道嗎 媽媽在那邊洗衣服 然後他渾然不覺 媽媽就在旁邊 因為那個坐得太投入 你知道嗎 然後媽媽不曉得看了多久 媽媽是看著看著 不懂 你知道嗎 那個兒子 越搞越誇張 自己的兒子 從小就是模範生 考試有考一百分 戴個厚片眼鏡 背著沉重的書包 這樣子純真的小孩 竟然自己在那邊玩 手機 然後弄 他感覺 因為男生快出來的時候 那個肌肉會抽動 媽媽不自止不行了 阿中 然後那個阿中 握著 然後看著媽媽 兩個人拭目交接 你怎麼一個人 就這樣 然後阿中快出來了 這是怎麼辦 陷入道德的困境 出來 褻瀆 媽媽不出來 很不懂的 阿母 我對不起你 媽媽 夭壽 夭壽 最好是這樣 可是每一次機會 我都還是流眼淚出 這樣子 我們看 膽上還有什麼 你有看過男朋友打手槍過嗎 有啊 被你撞劍耶 沒有,我... 你怎樣 我想看啊 你叫他打給你看 你叫他表演給你看 對啊 年輕人真的不講武德 不是,他也很大方啊 他就弄給你看 對啊 你在旁邊表情是什麼 沒有,我就笑啊 我只是叫他示意 沒有看到出來的那個行為 示意給我看 對 對 你看吧 你看年輕人的觀念 就跟我們不一樣 OK喔 好 這麼OMG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喔 最像最辣的內容 都在11點熱炒店 就給了Forever